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张耀东,刚才看到一个新闻是网易上的新闻,说是2022年第二财季,中国移民美国的居民达到了449,502人,接近45万了。 中国移民美国的是第三名,第一名是墨西哥,第二名是印度,第三名是中国,第四名是莫尔多瓦,第五名是萨尔瓦多。 莫尔多瓦这些国家都没有听到过,但是移民还是非常多,就是有些是等于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,有些是有高的学历,有技术,他有那种,就是有投资移民,这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。 还有就是那个叫做人才,人才,人才,优秀人才,在各方面领域,是专家,是那个靶尖的人物,有优才,等于是优才计划,还有其他的各个方面都有。 所以就是反映在疫情的情况下,疫情的情况下就出现了那种工作机会啊,或者说对未来的一种期许吧,期许就会做出一种自己的选择。 自己的选择的话,每个人就会有每个人考虑,可能是因为那个子女的教育问题,可能是就是说做生意的问题,也可能是方方面面,工作上面的问题。 啊,有这种问题,然后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法,然后去,去做就行了,啊,人生只有一次,就是这一次的时候,啊,你做的事情,那个最主要的事情,不要后悔,就是由那种,啊,肆意往前的一种勇气,去大胆追求,追求自己的梦。 因为地球是个地球村啊,现在还有,就像马斯克,还有移民火星的,已经选择了一个女生,她这一生就是,呃,不会结婚,也,她就专注于这个,去一生自作一件事,去专注于,所以地球村,大家就可以往那边去。 好,感谢您的订阅,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,您的点赞和评论,我将提示回轨的呀,谢谢您的收看,下次节目再见,拜拜。 这是张德东在美国,洛杉矶,给你带来报道。